报纸讯息带您关心的是 一名百岁的阿嬷周霄辣 今天将会展开环岛之旅 孙子还有孙媳妇 希望在阿嬷还有一些记忆力的时候 带她寻访老友还有后辈 已经实质了她或许不太清楚 整个环岛计划 却一直记得要再看一眼 三十多年前儿子出意外的地方 民国六十六年周霄辣的二儿子 在平交道被火车撞死 他因为移情作用对孙子周俊亮十分疼爱 孙媳妇呢 吕玉清 被先生还有阿嬷身后的感情感动 提出带着一百岁的阿兹环岛去 圆梦计划也顺利获得 十万元的企业赞助金 丑化多时 如今梦想即将成真